我們來看一下學測數學100但選2這題 那一樣就是每年的前兩題都是算基本題 所以這個答對率都還蠻高的 那這邊就是計算上要小心 其實我覺得四值還是有點多 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會算錯 那就4s平加4 那這邊的話就是a加1平方的公式 可能要先寫一下 s平方加2x加1 然後再乘上x減3 那再加上這個s3-3xp加3x-1 這是一個你可以用二相式定理斬 二相式定理 然後這邊其實慢慢斬也可以 那接著我們先把這裡再稍微劃減一下 待會比較快 這邊s3 那在做這種乘法我建議都是用那個橫式的 就是逐次看 三次看完接下來看二次 二次就會怎樣 平方配這裡就是-3 那這裡呢 兩次配一次是正2 所以-3跟正2就是-x平 那接下來看一次的 2配上這裡 這裡有一個-6 然後這裡呢 配上什麼 -6配正1 所以變成-5x 好那這裡再配上-3 那接著我們再一樣 就從高次的開始看 所以高次的兩個x3 這裡就有兩個x3 好那接下來再來看平方向的 四個-量 -一個再-三個 所以平方向的不見了 一次向的呢 -5加3 就變成-2x 好那常數向呢 4-3-1 剛好是0 那這邊我們可以再把它做一些分解 2x乘上s平-1 那當然s平-1 又可以繼續分成 a-1跟s加1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那個 第五個 第五個 好那這題 我那時候也在想 什麼比較快的做法 不過其實好像都 其他方法 也是沒有直接寫這麼快 你有時候可以去比較一下係數 不過好像這題的 不是很好這樣投機取消 應該就是直接慢慢分解的能力